《鐵後語》可以說得是 街頭巷尾 星斗市民的 智慧結晶禮 在廣東境內 非常流行 他們不單止 風趣幽默 而且更好 鐵切全神 用粵語講出來 真是越講越精彩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宋曉光 我一位世伯 他養大了四五個子女 每一個都去外國發展 有些去澳洲、有些去日本 有些去加拿大、有些去 新加坡等等 很多人都很羨慕 我那位世伯 這麼好福氣 但是很奇怪 我世伯每次聽到 這番說話之後 他就是不出聲 似乎有難言之忍 於是追問一下 我那位世伯 究竟實際的情況是怎樣 我那位世伯 我那位世伯 就靈靈透地說 總之一言難盡 我那些子女 個個都好像 武美飛駝 試問我有什麼樂趣 有什麼說話可說呢 這樣 蛤?武美飛駝? 這個血後語 到底是怎樣解釋的呢 要明白 武美飛駝這個血後語 首先要明白 飛駝是什麼 原來飛駝 就是指那些 用繩索綁緊的石頭 那些人 就是將這些 用繩索綁緊的石頭 一用力 拋到遠處 纏著遠處的物件 拿它來借力 或者拉它過來 這些就是飛駝的作用 有美飛駝就是這樣 沒有美飛駝又怎樣呢 就是石頭用力拋出去 沒有用繩索綁住的話 那就是武美飛駝 那塊石頭一拋 就會一去無蹤 無影無蹤 所以那些人 就會用武美飛駝 來形容那些 一出門口一出街 就無影無蹤的人 好似我那位世伯 雖然他辛辛苦苦 養大了幾個子女 而且個個都出去外國 來開枝散葉 很多人都羨慕他的福氣 但很可惜 很可惜他的子女 全部都幾年來 都未回來探望過他 而且幾年來 對他都是不聞不聞 所以在我這位世伯的心目中 他幾個子女 全部都是無美飛駝 一去不回 無影無蹤 說到武美飛駝 一去無蹤 這句血後語 令我想起 是秦始皇時代 隨福入海求仙丹的故事 秦始皇在統一天下之後 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 因此他越來越貪生怕死 想說長生不老 能夠永遠享福 於是他派人四處去找 那些長生不老的妙藥 可惜一直未能而遠 令他非常焦急 當時有一位念丹的方士 叫做隨福 他就去和秦始皇說 他說他曾經出海 見到亡亡大海之中 有三座神仙居住的仙島 在這個仙島之上 就種了長生不老的妙藥 秦始皇一聽到 當然非常高興 於是就立刻派遣隨福 出海去找尋 那些長生不老的妙藥 但隨福說 因為大海茫茫 不能夠一個人自己孤身前往 要求秦始皇派遣幾十艘 可以出海遠航的大船 並且還要帶備大批的糧食 不單止是這樣 還要帶同幾百名同男同女 一起前往 這樣才可以打動 居住在這三座仙島上高的神仙 這樣才可以把那些寧丹妙藥 帶回去京師 秦始皇因為急於求長生不老的 靈丹妙藥 所以隨福的條件 他一一如數照辦 誰知道隨福這一退 念同幾百名同男同女 從此一退無終 隨福這次出海來搜求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 真可以說得是 武美飛騰一退無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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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會說三個以獅子 所組合而成的字 首先說獅子自己本身 在一場大災難大饑荒之後 又或者在一場殘酷的戰爭之後 往往會出現獅橫遍野的景象 若狮子在顶下做个灰伏的伏字 这就是李力的李字 有一句诚语叫做李险仪仪 即是一个人走在非常危险的地方 但因为他胆大心势 经验旧 所以可以安然度过 就是李险仪仪 若狮子在顶下做个流字 这是女女的女字 以前行军作战 若狮战狮败 一定是被撤职查办的 但若布上去 狮败狮战 虽然狮次打败仗 但仍然坚持继续打下去 上司一看到 非但不会问罪 而且还赞扬他的威武精神 若狮子在上高下做个出字 这是屈服屈曲的屈字例 威武不屈 好像宋朝的文天祥 虽然被敌人俘虏 要斩他头 但他威武不屈 这种民族气节 真是令人可欣可敬 今天与各位说过 狮横遍野的狮字 李显仪的李字 女败女战的女字 威武不屈的屈字 这次与大家说过 武美飞驼一去无中 这句血后语 以及相关资料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以后 若有人说到这句血后语 你就不会感觉到莫名其妙 好了 下一次我又会和大家 说过另外一句 妙吹横生的血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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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